从世界排名前五十到前十 奈良钢花了一年的时间 十进四强 一次冠军 年终赛西班牙赛龙 大马一路三局 闯入决赛 毫无疑问 曾经的最强高中生 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 零零后男丹 站在巴黎的门口 相似的囚风 同样的习惯 在陶铁消失的日子 日本终于迎来了 下一枚男丹新星 未来一年 22岁的奈良钢工大 能否从他的前辈那里 重新拖起在东京逝去的光芒 好久不见 欢迎回到本期 球路分析 最强高中生 这是他过去十年的标签 从2011年起 奈良钢工大连续九年 先后在小中高三个年龄段 只把全国级别的羽毛球锦标赛 没有直进的多拍 是他标志性的特点 即使出于主动 也喜欢给出高跃球 把下压的机会让给对手 利用高跃球放慢节奏 进行多拍相持 少有的下压 还是用掉球过渡 继续将球高高挑起 对手也没有合适的得分机会 多拍之后都不敢贸然进攻 只能保守拉掉 终结比分的往往是自己的失误 不单是比分相近时打法保守 甚至在大幅拧下的情况下 那梁刚还是放慢节奏 平凡地使用高跃球消耗对手 把主动权让给对手 剩下的交给时间处理 而这样强劲的多拍能力 也随着他一起走向了国际赛场 那梁刚的办法很简单 不好处理就将球高高挑起 这是因为那梁刚跑动迅速 挑球质量稳定 如果没有一拍出色的强攻 便只能保守过度 就算击球是十分被动 挑球也能又高又远直至底线 另一方面 不俗的防守能力也让他大胆起球 于是防守反击成为了他重要的得分手段 那梁刚接杀挡斜线 对手丢掉重心 一拍平高 石头被动失误丢分 石杀斜线 耐挡近往拉开 时来不及回动 耐反击得分 多拍之后 对手的机会球 都有可能被耐梁刚的防守得分 石杀上网 耐弹对角得分 像这样不可思议的防守 让对手的每一拍下压 都要三四而后行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在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里 耐辆纲十次闯入四强 却只有一座低级别赛事奖被入账 安赛龙 石宇奇 金庭 他们是决赛路上主要的绊脚师 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进攻犀利 一拍杀不穿 还有第二拍 推条只要不到位 就有可能丢分 平凡的起球 意味着更大的丢分几率 尤其在面对安赛龙时 起球无异于将胜利拱手相绕 想要高远拉开 他软压憋屑 回球到位 他能站在底线批杀得分 如何解决防守压力 这是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018世青团体赛 对着李世锋 耐阳刚一改常态 在后场平凡下压 捏冠放王 并没有太大威胁 李轻松挑起 耐则一直把落点 控制在王口 耐阳刚中杀联冠 注意 他的拿点并不高 没有选择挑球 而是放王 面对进攻突出的血手 耐阳刚既然防不住 那就要让自己来杀 时间回到三年后的 联中总决赛 面对安赛龙 这套办法 还行得通吗 耐中杀 上网联冠 保持推压 可以看到 即使没有占据主动 但依旧强行回放 继续转压直线上网 还是放王 耐依旧掉斜线 继续上网 果不其然 还是放王 利用杀上网的循环 把下压机会 挠挠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那么效果到底好不好呢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在这场比赛的 茄11分 耐阳刚 击球88次 其中有9配的落点 在后场 占比只有10.2% 对比上一次交手的前11分钟 耐阳刚 击球43次 有19拍都是后场 占比达到了44.2% 与此同时 耐阳刚在往期的手感 的确火热 重复落点后 勾对角得分 即使被大面积的调动 也能给出高质量的放网 甚至在被动情况下 铺球反击得分 让安萨龙再进网 吃尽了苦头 再配合后场的批掉 将对手拉回网口 搓进网保持主动 随后杀上网得分 的确 依靠提速进攻 成功卸制的安萨龙 拿下了第一局 然而 这场比赛 并没有按照耐阳刚的剧本 继续发展 从第二局界歇之后 耐阳刚开始频繁失误 据统计 在丢掉的15分钟 有10分 为主动失误 直接丢分 失误率为什么突然升高了 这是因为 安开始有意的谈阅网 本来缺乏强攻手段 拿不到进网小球 下压就很难造成威胁 那如果换成P掉呢 安早有准备 果断顶后场摆脱 耐强攻失误丢分 在一个月后的马来西亚公开赛 李子佳将这一打法 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子佳弹约网 耐勾对角 果断起球 继续加厉抽约网 软压拉不到进网 强攻又失误丢分 更要命的是 李子佳开始抓放网 快推底线 李子佳勾对角拉开 抽压追身 继续放网 利用快推 迅速过顶 耐良刚泄入被动 却依旧不想起球 最后无法摆脱 挑球防守 李子佳劈杀上网 假放真推 不给耐良刚尽网的机会 如何找回杀上网的机会 这是他遇到的第二个难题 李子佳身高必长 不管怎么软压憋屑 他都能一步到位 轻松地挡出高质量的越网球 耐良刚又没有一拍绝对的重杀 盲目强攻只会被防反丢分 他的未来好像就到此为止了 杀追身 这就是耐良逆转的关键 在接下来的第三局比赛中 耐良刚共有53拍下压 其中追身球就占了38拍 对比第一局47拍 仅有16拍追身 占比翻了一番 这是因为中路球出手角度更小 没有办法像憋屑球一样 给出大幅度的对角 或者快推 方便耐良刚下一拍连贯 第一方面 面对身高必长的血手 追身球更难发力摆脱 自己能够顺势来到近闻 利用小球技术 获得相当出色的中场机会 中杀上王连续进攻 最后还是杀追身得分 在最后的关键分 耐推压中路 李还是回车不到位 被耐连续扑压得分 之后的赛捷 来继续杀追身 推中路 这一次比发力过大 输掉了比赛 一个月后 耐良刚再次来到安赛龙的面前 几百跌峰 机会就是现在 但这一次 安赛龙没有给他任何机会 在第一分开始 耐良刚的跑动就十分糟糕 没有了进攻的威胁 只是一味的过度 平凡的起球告诉我们 他的体能无法支撑这场决赛 缺少速度抢高 安赛龙的进攻 让他没有还手之力 他花了六个小时零二分 闯入决赛 而他的对手 只用了一半不到的时间 击败他的除了杀球 还有自己单调的多拍消耗 最终 耐良刚还是没能打破 丹麦人的夺冠童话 撕开最强高中生的标签 枯燥成为他最新的关键词 没错 相比他的前辈 缺少杰瑞的杀球 也没有华丽的防守 无聊的多拍 没法帮他夺冠 149拍的相持 让他抽筋退赛 但至少 在球过地之前 他一直在用尽全力 不知疲惫地奔跑 只为你那个目标 近一点 再近一点 羽毛球的魅力 不就是如此吗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三连 假如想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